習慣敖 賣你媽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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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小店有說書人講歌 不要錯過了 客官 幾多位啊 何位不講 穿個古能真鮑的那 尬去哪裡 穿得整個黑衣 不要裝作我們 新穿的 知不知 嘩 哇 貴客貴客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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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好 你都很好 CD打不出來 嘻嘻嘻 各位客觀 小姓王 黃秀彩 今天繼續為大家說書解話 上回講到 唐真四師徒取西經 被紅孩兒的三尾執火所傷 幸好有觀音大使相助 修復了紅孩兒 但是紅孩兒的父母 牛魔王和鐵線公主 因為這樣以後都見不到他的兒子 因此就對唐真四師徒懷恨在心 這一日 他們就來到火焰山下 師父好熱啊 唯師知道 唯師都好熱 吳空你想下辦法吧 等我飛上去看究竟 噢 噢 此著名火焰山 終年燒過不停 大師兄 聽說火焰山 是你當年大鬧天公 踢回了個煉丹爐 才有這個火焰山 你創的貨 你要搞定它 噢 二師兄 不要這樣說 都過去了 聽說 只要有鐵線公主的芭蕉 然後 煉丹爐就可以蒲熄火 好 我現在就去 於是 孫悟空 就飛了去 芭蕉洞 去找鐵線公主 借線 你這臭猴子 你害我兒子 這麼慘 你還想我借線給你 你不用指望 於是 孫悟空 就變了隻 呼應 飛了去鐵線公主的肚裏 啊 我的肚好痛啊 鐵線公主 你只要借把線給我 我就會離開你的肚 不會再肚痛的了 鐵線公主 唯有拿出芭蕉線 給孫悟空 到底孫悟空 拿到的芭蕉線 是真 還是假的呢 可否 撲釋火焰山 易慾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拜拜 拜拜